那很多促宝说老花一养花中也养不好不会浇水 浇水是养花的一个基本功 很多花族都不会 有很多的大神跟你说几天浇一次 也有很多的大神跟你这样说那样说 你一定要盖在一个什么点呢 植物的浇水和咱们人喝水是一个道理 有的话说什么时候浇水最好 你老人家什么时候喝水最好 渴了就喝不渴不喝 冬天啊或者说什么 你有时间多喝一些水增强一下代谢 植物也可以的 植物一直跟话我们说 你见干见丝是养不死的前提 是你是干透了再浇 那确实是养不死 你看我们在棚里边花 都是我们每天去盯着它看 缺不缺水 一摸一颠盆 是吧 一看叶子都能看出来缺不缺水 然后呢我们进行浇水 它不分时间 有时候早上晚上 重要的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这个水温一定要与气温接近 你不能说气温30度 你浇个零下的水 也有可能给它应激反应 给它冻感冒了 就让它们人洗澡 是一个道理 你大30多度的高温 好家了 你扑腾一下来个零度的水 那你肯定是给你激感冒了 植物也一个道理 就是水不要过凉就行了 这样就那浇水啊 一直跟华尔美说 你不论是什么样的花 你就摸一摸盆土 干了你再浇 它通过好几个维度去判断的 它一个人就叶片 大部分的叶片缺水之后 都会软巴 你摸一摸 你先掌握住这个大概的规律之后 你感觉它缺水了 摸一摸 颠一颠 别等它干得特别透了 再去浇了 明白了吗 所以这话 你们一定要明白 跟人喝水一个道理 你可以多喝 人喝的多 它可以排出去 植物也一样 不论用什么样的花盆 一定要排水透气 包括盆土也是一个道理 明白了吗 你的话 老花 你大就是那个怎么怎么的 我跟大人说 它确实能排出去 它也有排泄器官 但是它肾不好 喝了水可能半天 透不出去 明白了吗 所以说你也要盖它这个点 植物的浇水呢 众说纷云 但是你记住一句话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是养不死 你把握住这个规律了 你提前防患于未然 就跟人一样 虽说是渴了再喝 不渴不喝 但是人一旦 敲了水也容易感冒 对不对 所以说 连个水都不会浇 关键你气死我了 全部热心的点和关注吧 老花鱼分享多说别的了 老花鱼每天会给大家分享很多语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鱼 养花最长一 白了之不 嗨